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用的像这个玉米芯 然后一些这个棉子的壳等等的这些 然后把它经过这个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辅料 作为培养料来培养 这个培养料其实是非常松散的 我们要想把这些培养料放到塑料袋里去呢 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的记者已经来到了福建漳州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菌菇装袋的过程 您好 您是就是种的那个菌菇是吧 对对对 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晚发明栏目的编导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种这个菌菇的 您能带我们看一眼吗 可以可以在哪个里面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房子里是吧 哦那您带我进去看一眼好吧 可以可以 哇好壮观啊这里面 这个种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这边本地的独有的产品营耳 哦就是咱们这边的银耳是吧 对哇银耳是这么种出来的 对哇这些就都是 都是这个这个架子上面这一排一排的 没错哇 呃那种银耳的下面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就是叫呃叫菌包是吧 没错没了就是菌包 就是它等于是它的培养 培养机 培养机是吧 那我们能从现在长出的银耳上能看出来 比如说哪个是可能菌包有问题的 这个是吧 啊这种吗 哦中间的小是吗 正常的伤度是一样大的嗯 但是那中间这一朵 呃比较小就因为菌包在制作过程中间太紧嗯 或者空间中间的那个 有个就是说 投机性不好嗯 嗯这是一个塑拉袋对对吧 里面我捏的这个里面装的就是你说的棉壳这些 营养营养物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中间这个地方装进去的时候把棉壳装进去装的太紧了 对对 两边比较松所以中间那个长不大 对就影响后期先长 嗯那像这个的时候对你们这个东西推向在后面 他是怎么直接影响他的这个品质吗 他就安正他就说这标准就达不上标准了 嗯那就是他的品质肯定没有大的好 啊对他就说卖相还有 主要是卖相嘛 卖相不好 主要卖相卖相不好 价钱卖不高 那像做这个菌包的话 它是怎么做的呢 您能带我们去了解一下吗 它是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让它产生这种情况 可以可以 嗯那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 就是怎么做的菌包 可以 好那您您带我过去看一下好不好 食用菌 是指可供人类食用的大型真菌 它们需要在含有丰富有机质的场所生长 人工栽培菌固的培养基 主要成分有棉子壳玉米芯木屑等 那么要怎么把这些木质纤维类的培养料 包装成供食用菌生长的标准形态呢 这个就是老式的机体 我看它在往里面下的这个是 就是你说这个 鸡料 鸡料是吧 然后它那边是把一个袋套进去 然后呢它就从这个鸡料从这里面打出来是吧 这就变成了 然后 后面这几个人呢 这个是在 打分口 把它给封口是吧 对对对对 那封完口下一道东西会干吗 那就是 扎孔 扎孔是吧 哦 就 就扎三个这样的孔 对对对 这个就是菌会从这里面长出来 哦 这个接菌的地方 接菌的地方 这一个有多长啊 大概 这个大概一个有56公分 56公分 那为什么就扎三个洞呢 因为这一袋子长三个 长三个是吧 对 哦 那下一步呢 它就要在上面去 贴胶布 贴胶布 防止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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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菌类感染是吧 对对对 杂菌感染 杂菌感染 哦 哇 这一看一二三四五六 要六个人才能完成这个 我能去体验一下吗 可以可以 我能来体验一下吗 可以啊 您教教我大概是怎么做的 哦 这样子 手这样 嗯 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这边 你这手放在这里 嗯 我换 好好好 哇 我看着好像是个体力活 但其实是个技术活 还是要有一点技术 还是有点 尤其是你这个 尤其是你这个环节 是吧 嗯 我看你做 你看我做 这个手指出来 嗯 嗯 这样子 差不多 好 差不多会合格一点 哦 你这个还真是 这个软硬是 嗯 是这样的是吧 不软不硬 这个就合格了 嗯 然后就给它 它来这个 绑起来 绑起来是吧 我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也不要 要慢慢的自己 走 哎 这个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但是每次弄完以后 喷我一声 不说 关键是喷你一声 是吧 我这个 天天都是一声一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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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个还算是合格的 这个是可以的 通老板 我刚才体验了一下 我觉得你们的这个 这个 这位大姐太不容易了 还有这位大姐也太不容易了 首先这个弄的身上会很脏 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 关键是好像是这个 他们也是说这个 像他说他做了十年了 但是他这个质量 好像也是没有办法 完全的给他把控住 因为他们工作量比较 时间比较长 嗯 那现在您有没有听说过 会有一种新的更好的 现代化的机器 能够代替这么传统的东西 有听说过 有听说过 对 他是在那个张东那边 叫信徒 信徒 信徒 呃他您知道他叫什么吗 啊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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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 图 图 选 图 选 图 质量上面要比我们人工做的 稳定性更高 稳定性要更高 嗯 呃速度呢 有没有感觉好像你这个人工做速度很快 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的 呃 速度上面 怎么讲呢 如果是质量好的话 嗯 稳定性好的情况下 速度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发出去弥补速度 嗯 嗯 那等于是您作为一个 使用 用 用户来讲的话 您希望他的这个机器呢 一个是能够代替人工 对 呃 不只是代替一两个 还是说希望他全能够 没错没错 全能够代替 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希望他的质量能够稳定 是吧 速度倒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速度只要到一定程度就可以 一定程度就可以 好 那我就去找一找您说的这位图选来图先生 好吧 然后我去看一看那个机器 好 您好您好 您是图选来图先生吗 我是专业的客套频道 我还发明栏目的编导刘柯 您好 嗯 听说您这个 呃 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这个 有一个人呢 他是专门重银的 然后呢 他说这个您发明了一个机器 就是可以全自动的给这个卷箍装料 是的 嗯 嗯 那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吧 是 嗯 好 那您现在能带我去看吧 好 嗯 嗯 这边呢是吧 对 好 发明人图选来 发明项目全自动 俊估装料机 好 您的机器是在这里面是吧 啊对 就是在这里面 这是您的工程车间是吧 是是 哦 哦 我们来看看您那个机器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哦 哦 哦 这个就是您发明的这个锻炉机是吧 是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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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还要不停地握住它 用人的力量来弄 嗯 那您这个看上去也是要手工套袋啊 嗯 嗯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不还是要用手吗 嗯 但是我们后边有一个就是说抱袋的 嗯 抱袋的话就是控制它的那个长度 还有一个松紧度 哦 等于您的意思是待会儿手套上去 对 这个东西会再套上去 然后自己进来 对 用机器的力量来保证它的这个 对 它的均匀的松紧度 均匀的松紧度 对 能试试吗 可以啊 可以 手工套袋是吧 对 我来试试 我来那边 是这个是吧 对 就是还是人手工这么把它套进去是吧 嗯 就是这样是吧 对 它就有点不好套 这会不会影响速度啊 会 会影响速度 嗯 是这样的 对这样子就行 很紧是吧 对这样子就行了 可以了是吧 不需要很紧了 然后呢 嗯 那应该开关是吧 嗯 就是说我这边 这边有个开关 就好了 对这样子就好了 这个好快啊 是啊 这个好快啊 这个很快对啊 这个就是 对啊 这个松紧度 都很好的 哎呀还真是 这个是它的头上是吧 对这个是干出来了 这个满结实的 对啊这个 中间也很结实 因为我前面那个 是那个那个 那个传统的时候 它就是 两边是很松 中间很紧 嗯 是吧 这个我基本上 对这个 它每一段的 后面会松一点 后面会松一点 然后后面呢 就是人工的这个 去给它 扎紧 然后扎洞 然后那个什么 对对 嗯 我再试一遍 好的 再演试一遍 我给它放到边上 嗯 嗯 嗯 套上去 这个过程 可能也是我不熟 对 下一个好了 对 好了 然后这个过程感觉很快 对 一下子就进去了 这个 这个 从您按开关到它出来 大概只有 两秒钟的时间 两秒钟 而且保证它的质量 非常的好 是吧 是 但是当时我去 见到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老板 他最后提出问题 他当时我体验的时候 他一共是现场有 呃 一个人来给它 这个开开机器 一个人套道 一个人来扎 这三个人 然后第四个人呢 是来打孔 第五个人是缺销簿 那五个人来做 嗯 当时我问他了 他也是希望有一种机器 能把五个人全都给整合 嗯 没有 嗯 就完全有机器能够替代 嗯 所以说您那个机器 我感觉 虽然说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 是不是 人家的需求还是满足不了 可能他们的要求嘛 也就是说要渐渐地省人关 然后我们就是说 应该来说 我们这个都已经 在质量上面 嗯 都已经打 基本上可以满足 他们用户的要求了 那我替人家来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人家 可能 人家的规模比较大吧 是吧 可能人家规模比较大 人家 就希望有一个这个 能 一台机器 我买回去 嗯 我就一按扭 我这边就出东西 就是 您能不能 有没有 您有没有想过 去 继续发明出那么一台 那样的机器 这个我们可以考虑 啊 因为这种东西嘛 可能 嗯 也要 就是说 尽量地 满足一下 嗯 有些客户的要求 大客户的要求 对对对 是的 要不您继续研究 看看 什么时候能发明出一个那种 完全自动化的机器 嗯 然后到时候我再过来看一下 那行 好吧 行 我尽量吧 嗯 现有的一代菌菇装料机 想要完全取代人手工操作 还有很大距离 图选来为了实现全自动的目标 钻进工厂里 日复一日的研究 终于 将一台全自动菌菇装料机 展现在我们眼前 对 主要是这次您的第二代机器 嗯 对 我不是看上去跟第一代 变化太大了 对 您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可以 我这边介绍一下 嗯 就是 这个我看过 这个是蒸料口吧 对 这个蒸料口 这个料就是从蒸料口这边下料 嗯 下料好以后 然后就直接从这个 枣笼送出来 那您能开开让我们看一看 因为现在我听您说的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您能开机让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等于是 就是这样机器把袋套上的了 我知道 这个其实跟一代机那个长得是一样的 它的料还是从这儿出 只不过是您现在增加了一个机器 可以把袋套上去 自动套上去 哦 那它怎么解决这个质量问题呢 然后我们这个主要就是说 我们这个这一部分有一个伺服量级在控制 第一个就是控制它的那个料的高度 第二个就是控制它的料的松紧度 通过这个高度跟松紧度的控制 然后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完成 这一道的一个质量上面存在的任务问题 那下一步呢 那下一步呢 那下一步我们这个要赶出去以后 然后就通过一个倒带小车 然后滑下去的时候 就那个滑到我们有一个立带的端子 那下一个工具是说 下一个工具就是自动扎口端子 自动扎口 对 哦 这个地方它机器这么一滑动 就把那个孔扎住了 对就把那个口扎住 然后呢下面我看这是个传送带是吧 对 然后扎完口以后呢 扎完口以后送出来 送出来以后就直接放在我们这个送送带里 嗯 这个里面是打孔是吧 打孔里面有三个打孔 哦 然后是到这边这边就贴胶布了 对 贴胶布 贴好胶布就送出来了 嗯 贴好胶布就送出来了 哎 你看这个就是做出来的 对 哦 这个胶布贴的非常贵就是吧 非常好 哎 因为我前面啊前面我捏过那个人工做的说不太合格的 我试试您那个 它主要前面就是说这个两边跟中间的硬度不一样 对 我先捏那中间的 嗯 这个还是还是挺硬的 嗯 嗯 两边其实也挺硬的 嗯 哦那从我现在捏的这个手感上感觉啊 嗯 这个 这个三个地方的这几个硬度是差不多的 对 又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啊 是 这就是机械化来控制它的这个 我们是自动控制的 它的风景都精明度是比较好 嗯 嗯 还有一个他们的 我看这个扎口啊 哦这个是 这个是用一个 一个扣子是吧 对 扣子给它扣扣上去 对对 这个也够结实吗 对这个很结实 因为我们这个都还有一个反转的 也把这个口齿反转到这边来 嗯 那这样子的话 它找进去不容 就往这边进去了 嗯 嗯 那您这个机器看来真是 就是 完全替代了人工 是的 是吧 只需要一个人按个电点 是的 嗯 而且我检查一下啊 发现这个 这个这个软硬程度也不错 是吧 要均匀 对 要均匀啊 那您看这样 正好呢 我是 咱们就是把这个机器能拉到那个 人家真正做这个的那边去 嗯 然后跟它呢 咱们比一比 嗯 比一比 因为这个机器可能咱们要在 比赛中 在长时间的运行下 嗯 怎么样 嗯 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得到 他们真正用户的认可 嗯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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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二代俊工装料机的自动化程度如此之高 让记者嘖嘖称赞 但是这样一台机器能否完全取代传统手工的方式 还得针枪实弹的比试一番 图选来带着机器来到彭老板的装带工厂 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 彭老板 你这个就是已经在准备了是吧 对啊 啊 今天咱们要做这个比赛 我看你这边出了几个选手 哦 五个 五个人 嗯 加我自己六个 加你自己六个 你亲自要上了 对 啊 这五个人是什么水平位 啊 在我们这边算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嗯 比较一旧的 今天这个比赛的结果啊 这个 你估计会是什么样的 我估计啊 这个要 看比一样还不太好 比一样还不太好 不太好说 可是我以前见过你们做这个啊 就是这个速度好像还是很快 我感觉好像比那个啊 正常上面按正常我们人工会快点 人工会快 人工会快 那还是人工速度上会快 哦 速度上会快 那我们今天要比的话 你 你担心的是什么 啊 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 对 嗯 因为什么呀 机器的上面都是成套 比较 规减规范 啊 刚才这个 你们老板说你们是这儿的高手 是啊 嗯 这么自信 就是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十年了 嗯 做这个的话 技巧在哪 技巧啊 就是 这样就是封铜的时候啊 你去大一点啊 封的好一点啊 你去小一点啊 都不 没有那个 铜不会那么均匀 嗯 那这个你觉得这个速度上 刚才你们老板说 好像你们还是要快一些 哎 要快一点 要快一点 那怎么对自己的这个 手上的功夫还是很自信 嗯 是啊 以前 当然了 也就是手做啊 就是自己自信这个手工好 嗯 嗯 封老板 我刚才问了一下你的这个工人啊 他们这个 呃 速度上还是有信心的 他们担心可能还是像你说的这个质量上可能不有信 是吧 因为人工人工手工作的话很不稳定的 嗯 很不稳定 嗯 那我们待会就准备比一比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先去问问那边 看看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好吧 啊好 好 好 主先生啊 哦 刚才我这个问了一下人工这边啊 嗯 他们待会对这个比赛 就是觉得速度上还是很有信心的 嗯 是 他们速度可能 会比我们快一点 会比你们快 对 嗯 但是就是说他们放起来的品质嘛 嗯 可能会差了很多 哦 会差很多 你对你机器这么自信 对 因为我们经过了好几年的试验嘛 哦 然后就是说 已经一些 一些那个品质上面的问题哦 我们都很关注的 嗯 我看好像这个机器您最开始研制的时候 也不是说为了比速度 是吧 就是为了在质量上 效率上 是 能够领先人工 是吧 那现在调试了也差不多了 那待会咱们就准备开始 好不好 咱们用比赛结果来说话 好 好 好 董先生 咱们就准备开始一场比赛 是吧 刚才也看了您这边是五个人 是吧 这五个人您这边是 就边上有一个小伙子给您消息 对 啊 都准备好了 你这边有信心没有 有 你这边有没有 有 那就听我口令 然后咱们就开始 好不好 人工装带也不落后 你这边打是吧 是哦 是哦 你这个我现在看现在开始有五分钟了 五分钟 五分钟 你现在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啊 嗯 手会酸呢 手会酸是吧 这样子是哦 手会酸 嗯 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全粘的 你看你胳膊上身上 这个船都是很脏的 很脏的 很脏的 啊 好 董先生 你这边已经做这么多了 对 哇 你这边做这么多 现在我看也就是十分钟的样子 对吧 十分钟的样子 对对对 你这个机器速度也不慢啊 对啊 还是不慢的 那你一开始说你比他们可能还是要慢一点 对啊 因为我是保守的鼓劲而已 保守的鼓劲 对 我看你这个上面 你的质量现在怎么样 这些 这个质量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我捏起来好像它的这个风景度比较均匀 对对 比较均匀 嗯 我刚才没有看人工的质量 因为我就看他们速度了 嗯 这个多少个了大概现在 现在大概应该有一百来个了 已经一百来个了 对对 刚十分钟的样子就已经一百来个了 现在一点也不担心 一点也不担心 对我有 蓬佛的那个信心 啊 对 好 表面上看起来 图选来泰然自若 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憋着一股劲 决心要在这场比赛中展示出机器最好的本领 人工队在彭老板的带领下逐渐进入最佳状态 可是就在大伙儿干得挣起劲的时候 彭老板的机器却罢工了 啊 机器怎么了 机器卡住了 石头卡住了 卡住了是吧 啊 这个料很容易卡吗 对啊 如果有石头啊 木头啊 我刚才看人家机器那边速度可一点都不慢 人家刚才看十分钟的样子已经出了一百多个了 差不多 速度不比你们慢 你这机器现在怎么办是关键时候掉链子 我要帮忙了 哇 是卡到哪了 卡到里面 卡到那个轴承里面 轴承里面 哎呀你这个用了 这种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这种老机器 刚才还是关键时候掉链子啊 对啊 对啊 我们这个棉格要干净 啊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迎比赛弄得太快了 有一点 哎 他那边停了你们那边怎么没停啊 我们还要帮忙哦 他来不及哦 啊 等于你现在帮忙去捆这个袋子了是吧 是哦 你们等于都会这个工作 我都会用 嗯 那其实你们速度现在也没下来 嗯 是吧 速度还是刚才那么快 好加油 彭老板用的装料机器已经是三十年前的老物件了 现在使用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 尤其是在今天这工作强度大的比赛中 索性彭老板很快修好了机器 重新投入到挑战中 全自动菌估装料机火力全开 好像是一个全能的卫士 将菌袋从装料到封口 统统信手拈来 比赛马上接近尾声 好时间到时间到半个小时到了到了 停机停机停机这边关机了 时间到啊 哎半个小时做了多少个目测 半个小时差不多三百代吧 半个小时做了三百 三百代到三百五 应该是三百五十六 三百五十六上面显示是吧 三百五十六 来来来来咱过去看一眼 董老板 比赛结束了 时间到了 半个小时 哎呀你这一身汗啊 我天哪 啊 咱往这边站着 来往这边站着 看看咱们对比一下 看看你们两位 这个 一场比赛下来 你们两个这个站近一点 截然不同啊 我们看见反差 哎呀你这个身上粗的汗一直在铲 胳膊上一直粘的这些东西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图总你太干净了 啊 帮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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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好像还是数字还是停留在咱们二十分钟以前 对对对 那一百四五十代这样的 后面零零散海油做了那么十几代 对对对对 差不多有一百六吧 我没错看 刚刚搬到一个石头卡 让那个 那个脚红都坏了 脚红都坏了 脚红都坏了 这个都已经坏了是吧 是哪个是这个是吧 就这个 就这个 因为整个坏掉就不能出料了 哦 就直接被石头卡断了是吧 对对卡断掉了 你平常用这种机器经常有这种问题吗 经常经常就是说我们这个都备了很多 都备了很多 经常有这种问题 经常一坏掉啊 就马上就要坏 就像现在又重新坏掉了 那您看这样吧 咱们最后关键是比这个质量 因为我刚才我看了咱们这个 他们干的也非常的认真啊 我估计质量应该不错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那咱们两个人一起来看一看 好吧 咱们先检查人工的 行不行 好 来来来人工在这边 咱们先一起看一下 好像大概您原来也跟我说过啊 这个主要是看它的这个 首先看松紧度 松紧度的话我来捏捏啊 一共有三个孔是吧 那就是要种三个地方 好像明显感觉两边的要软一点 你捏捏看你捏捏看 我感觉明显两边好像要软一点 会软一点 会软一点 这是您的工人做的 您捏捏 没错 因为工人做的 首先掏进去 就是它出来的原理问题 因为出的快 前面一节就没什么力度 然后中间有力度 然后前面有力度少一点 但是你捏的这个也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明显中间硬一些 明显中间硬一些 两边要松一些 那咱们一起检查一下它 好吧 检查完人工了 咱们检查这个 这个猛一看上去就是 首先感觉规整一些 这胶部贴的是一个方向的 还是 我来捏一点啊 我来感受一下 它的这个硬度是怎么样的 来您帮我拿一下 感觉差不多 感觉差不多 您试试 前面中间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再试一个 再试一个 这个呢 这个我感觉也差不多 均硬度也差不多 你是常年做这个的 你的摸的应该是最准确的 应该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每天都接受那么多 咱们检查下来以后 你感觉怎么样 它这个 第一眼看我是比较贵整一点 嗯 感觉给它一个 就是说还有一个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嗯 怎么样 那你觉得对今天的表现 自己的机器的表现 还可以 还可以 还算很好 还算很好 我自己认为 对啊 自己觉得还是不错 对对对 全自动竣工装料机 用实力赢得了彭老板的认可 机器也派上了大用场 可是 没过多久 记者却因为图选来的一通电话 再次来到福建 来 主先生 你好 这个 您怎么一个电话又把我叫过来了 对 因为现在呢 另外有一个那个重新包裹的客户 他就是说 想看能不能 试用于 做一台 试用于他人 做新包裹的那个装带机 也是自动套袋 然后自动套房 然后封盖 上框机 这一种机器 那它是 这个 这个 是什么样 我脑子里没有一个概念 可以去看吧 行 行 原来 由于食用菌品种不同 所使用的培育方式也不相同 徒选来的二代菌菇装料机 主要针对银耳培养机的装带 无法适用于性包菇 可这性包菇究竟是怎么装带的呢 我们跟着杨老板一起去了解一下 那这个是能让开开让我看一眼大概是什么样吗 可以 可以 开这 也是一个人套袋是吧 对 一个套袋 那边就是料就下来了 对 下来以后这个是套完 还要盖盖 这个上面要套一个这种环和盖一个盖子 对 还要把里面直接还要打包 它等于说它这个环跟盖是这么着 用完全是用人手工这么给东上去的 对 我们要的是上键下锅 那这个是您的 我来体验试一下 您帮我拿一下这个 能不能给我一个我套一个 就这个是吧 您看我做对不起 它等于是您的意思是说 它出来的时候机器其实给它压了一下 这个时候必须马上套 那我就是必须速度很快是吧 对对速度快一点 反过来 那一套 对对对 赶快拉紧 拉紧然后呢 然后直接套袋 对 要翻开 这个要翻开是吧 这个要很熟练 不然就没那么容易 要翻开 然后把这个盖 对对对 我这个速度可以吗 不行了 这样都松了 我这个速度太慢了 对 所以说就是 我这个质量肯定很差啊 对 就是造成这种质量的原因 一个是机器本身可能 它这个换装的时候不是太 不是太紧 对 第二个就是说 跟这个人套的速度有很大的关系 对 对 对 附先生 您觉得自己能弄出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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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杨先生您看这样 嗯 咱们现在 咱们约定一下 嗯 如果这个逐先生 它弄出来了这个机器了 对 那么我们就把那个机器 放到您这儿来 咱们让您看一看 咱们举行一个对抗赛 对 对 然后咱们看一下实际情况中 你的机器能不能战胜 人工跟传统的 嗯 好不好 那如果它战胜了呢 刚才我们肯定要投资肯定买的 肯定买的 得买几台 好好好 杏鲍菇的培养料装入袋中 需要在袋子的一侧开口 并在袋口处固定一个塑料圈 其目的是为了固定培养料 使培养料在袋子里不会松散变形 随后摘掉塑料圈 杏鲍菇就会从袋口处慢慢一点一点的生长 最后形成一株成熟的杏鲍菇 图选来进入杏鲍菇的培养基地 仔细观察了解后发现 杏鲍菇的生长和先前银耳 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这也会直接影响到机器的结构 它借助二代菌菇装料机的经验 重新设计 将第三代全自动菌菇装料机 发明了出来 主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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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您做的新机械 感觉跟您上一代的机器风格非常像 看着就是自动化程度很高 您给我们大概讲一讲 这个它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流程 因为我有点看不太懂 你给我们讲讲 图选来发明的全自动菌菇装料机 采用垂直套袋装料的方式 首先将塑料袋口撑开 并处于竖直方向 机器上方的储料箱对准袋口 将培养料灌装进袋 随后由机器的抱袋装置 将菌袋转移到封口操作台 机器在袋口处套上塑料圈和盖子 最终完成杏鲍菇培养料的装袋 这个就是做出来的这个 一二三四十二个是吧 我感觉这个还是 它这个确实是紧 比较紧 它不像是前面我看的人工 他们用传统方式做了以后 它主要是这个地方松 对对对对 然后我感觉这个每一个 它的这个这个间距啊 它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就是标准化了 对对对很标准的 都比文章的就是有点松 但是这个机器咱们这么看起来 还是非常成功的 是吧非常成功 首先呢它完全替代了人 是吧这是一个跟您上一代机器一样 再有一个就是它自动化程度从上很高 第三个它解决了很关键的这个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 这个是最关键的 这个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感觉 嗯那咱们这样 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去跟人家挑战一下 比一比对吧 因为毕竟人家是慕名而来找您 希望您做了这么一个机器 咱们去比一比看一看 还是看一看在这个长时间的使用下 它会不会有问题 嗯嗯嗯嗯 然后看一看它的成功率 嗯嗯 好吧 嗯好 这天云淡风轻 涂选来带着自己发明好的全自动菌菇装料机 请来挑战杨老板的传统方式 嗯 涂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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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今天呢就是应您的要求啊 咱们 涂选上带着它的机器到您那来 咱们要看您的那个传统方式进行一趟比赛 我看您那边是选了几个人 五个 四个人是吧 那咱们今天这样 咱们定一个比赛规则 就是我待会说比赛开始以后呢 半个小时三十分钟 看哪边做出的选择数量 越多 关键质量越好的就选顺力 好不好 您觉得能赢过它这个机器 数量肯定您 数量还不知道 数量还不知道 那您那个工人是 这是我们产力最英秀的 最优秀的 最快的 您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在数量上面可能稍微差一点 数量是差一点 但是质量上面应该是比它们要好 比它们要好 嗯 好 那就这样 就听我的口令 好不好 来 三二一 开始 开始 突选来挑战的现有传统装带方式 虽然也是有机器操作的部分 但是机器也只能完成灌装培养料的步骤 之后套入塑料圈和封盖 都需要人手工操作完成 相比 相比之下 突选来发明的 浸沽装料机 就显示出优势来 黑色的盖子和红色的塑料套整齐有序的被送入机器中 装袋装置 装袋装置 将培养料依次灌入袋中 包袋夹把装好的培养机移位 紧接着 俊袋和塑料套封口盖完美结合 机器就这样 几乎不用人工操作 就将俊袋包装完成 卢先生 现在已经五分钟了 五分钟以后咱这做出多少个来了 我人做出七框吧 八重四 做出七框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框是吧 五分钟做了七框了 对 你看那边速度跟你比怎么样 速度上面应该是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 那你今天比赛能赢吗 速度 速度上面可能 可能稍微赢一点点而已 赢一点点而已 差不多 我看你看的话 咱们现在做出来的这些质量怎么样 我们的质量 其实我们现在做出来的质量 我都很满意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就是 上横拌再有比较 还是…嗯因为我现在试的话 这上面的这个每一个还是比较紧 Conservation 对对 是吧 advisor Light 梁先生 这个比赛过了五分多钟了 您做了多少了 我们做 九方零八包 九方零八包 那你速度够快点 我刚才从那边过来 他们刚做了有七框 它是熟练工程很快 都是您找的 专门找的熟练工程 他们做熟练工程 熟练工程 那你速度比他们快了不少 好啊 经常我们这个速度来一下 这个机器按路前速度是比这个慢 比这个慢 哦 咱们随便拿两个键 查一下 随便拿两个 主要是一个是看这个的中键度 是吧 挑出一个来讲 它的品量好像还是 没那么好 是吧 就是上面它装个键 我刚才看这个 咱们那个工程 他压这个瓶盖的时候 我看他手上 已经一直在往下压这个键 对 那就是说希望这个能带紧一点 对 对 对 好 那您今天觉得能站上它吗 数量应该蛮问题 数量应该起 对 肯定会参加好 就是质量蛮算好法 质量 质量 那就看看你数量多出来的这些 能不能弥补你质量上差的那些 对 行行 好 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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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俊带内的培养料有紧凑的密度 传统装带方式最关键的就是最后手工操作加盖的过程 人工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带口处套上塑料套和瓶盖 否则里面的培养料就会松散而不适宜菌菇的生长 女工们用最快的速度挑战着对面图选来的装带机 丝毫不肯落后 这边的全自动菌菇装料机也没有松懈 各部件配合默契 将培养料装带一起合成 董先生 现在比赛已经是25分钟了 这边做多少了 正在25分钟我们做的 这边这16也是是吧 整个这16也是 对对对 这16是28 现在这有多少 12345 那就是33箱了 对 好快啊 好快啊 已经33箱了 比赛还5分钟 后边机械还能加快速度吗 是可以加快速度 但是我们现在不邀请 马上就加快速度 我们现在提的就是说 要想把它质量搞好 要稳定 对要稳定 要质量 好 还有5分钟 我再看看那边去 我看看那边去 好 好 好 谢谢 杨先生 我帮你我帮你 有有 25分钟啊 比赛还5分钟 你这做了多少啊 你这么多了 28 50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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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看那边刚做的33 是 是 50箱了 我们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都是快 其他带的公民都停电 就在那里快 对 还是这样 咱们现在速度虽然非常快啊 但是咱们还是要看质量 你看啊 就你最后放上了这一框 这个感觉明显要松了 对吧 可能是它们套得慢了吧 对吧 套得慢了 明显明显 明显跟那个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了 对吧 刚开始的时候它这个还是比较紧的 那它们套得还是比较快 是吧 套法满达坏 你团比他一起 就团比他一起 就团比他一起 那咱们还有5分钟 咱们这样 比赛完了以后 咱们 速度你肯定赢了 对 你肯定赢了 然后咱们看看品质 怎么样 好吧 比赛双方都用乐观的心态 面对着这场充满悬念的挑战 图选来更是想在最后冲刺的时刻 再加把油 让杨老板看到机器的厉害 好比赛结束 半个小时时间到 两边都停机 都停机 好 您二位过来 咱们半个小时的比赛 您这边做了多少 做了50枪 50枪 25分钟的时候不是才33枪吧 对啊 那后面我们把它提速了 提速了 那可以 没有谎报数吗 没有 提速了 那可以 那质量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 那我们就检查了看 好吧 您这边半个小时做了多少 60 60 60 差两个 对对对 那就领先了差不多10箱 那就是速度上是您这边 还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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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看您那边吧 好吧 先看您那边 咱们随机检查检查 我也拿一个 我这个 这个很松了吧 这个上面 是吧 这个很松了吧 您那个呢 您那个呢 这个上面比较松 上面比较松 对 那这个比较紧 底下倒是比较紧 对 那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 拿了三个 您那个呢 这也是 这点也是松了 也是松了 也是松了是吧 那随便拿了三个 就已经很松了 那最后还是工人类了 那那接下来看他这边 好 看他这边 这个是后做 最后做出来的一箱 是吧 那咱们还是从最后的来检查 嗯 我也拿一个 这个 这个 还可以 我们 我们这个 最主要的意思是说 那个 上下松顶 差不多一次 嗯 都会产生一个 以下 等到的松 嗯 你这个呢 我一样 你那个呢 嗯 不错 不错啊 都不错啊 对 那怎么样 杨先生 这个 这个机器切得不错 谢谢 这能擦掉这个新东西 好 好 好 途选来发明的全自动菌菇装料机 采用垂直套袋装料的方式 首先 将塑料袋口撑开并处于竖直方向 机器上方的处料箱对准袋口将培养料灌装进袋 随后 由机器的抱袋装置将浸袋转移到封口操作台 机器 机器在袋口处套上塑料圈和盖子 最终完成性爆菇培养机的装袋 这台自动菌菇装料机实现了取袋套袋装料压实打口扎口的全程自动控制 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能够替代大量的人工劳动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建议可以缩短机器每一个动作的形成 以便于设备小心化 降低成本 减少空间占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王子希老师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的收看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希 下期再见 要想豆苗长得好 除草松土一样不能少 杂草筋骨强健久出不进 而细嫩的豆芽却弱不禁风一碰就舌 可发明人偏偏要用这滚滚狼牙棒来逼这细嫩的豆苗 天灾成了人祸 除草鸡成了拔苗鸡 一番苦心又改成了离底开沟鸡 发明人究竟能否在发明路上找到正确的方向 敬请收看外发明除草狼牙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